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台南将军乡的人 一年前他们的邻居有一个老太太站着王孙 她亲眼看见的他们的邻居来告诉我们 念佛王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亲眼看见的 这个老太太人非常好 心地善良 她也不懂得佛法 凡是什么徒弟公 称皇爷 她统统都拜 三年前她娶了个媳妇 媳妇懂得念佛法 叫她不要去乱拜 家里供过佛堂 专念阿弥陀佛 不要去别的地方乱拜了 她很听媳妇的话 在家里小佛堂天天念佛 拜佛 念了三年 那么她往生她也没有告诉家里人 只是聪明初 怕家里人扰乱 晚上吃完饭的时候 她告诉儿子媳妇 你们先吃饭 今天不要等我 我就洗个澡 可是儿子媳妇还是非常孝顺 还是等她 等了很久 她也没出来 就去看看 果然她洗了澡 叫她也不答应 到小佛堂看看 她穿了海青 手上拿着念珠 站在这个佛像前面 叫她也不答应 走到面前看的时候 她站着往生路 站着走 那个时候一年前的事情 我们几个同学听了非常感动 前些年 我在大概五六年前的样子 我在南部高雄 讲经的时候提到这一桩事情 这个听众当中 有三个人告诉我 它是真的 他们知道这个事情 念佛之三年 站着走 没有生病 这些年当中 站着走 坐着走 连在美国 这个干劳局势的一个亲戚 也是个念佛人 坐着走 叫她亲自告诉我的 我在旧金山的时候 那么这个老太太 平常照顾家庭 儿子 媳妇 把她接去 照顾孙子 孙子念学 上小学了 所以 儿子 媳妇都上班 把孙子 带到学校 她一个人 在家里 念佛 走的时候 这一天 因为她做家事 三餐饭都是她烧 早晨 儿子媳妇都起来了 今天没有 没早饭吃 没人烧早饭 怎么搞老太太 怎么回事 这把她们房门打开 看到老太太 盘腿坐在床上 叫她也不答应 仔细一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坐着走 那走得很妙 她遗嘱写得很清楚 遗嘱摆在她面前 不但遗嘱摆在面前 还把她儿子 媳妇 孙子的校服都做好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 也摆在旁边 一切厚四 她自己已经料理了 这老她的高明 这想象当中一定是 他们上班的时候 家里没有人 她就在家里做校服 欲知是知 不生病 一点痛苦都没有 她不告诉家人 有道理 告诉家人一定吵着 那怎么行啊 你不能走啊 还要照顾我们呢 扰乱了她了 不说话 自己紧紧地就走了 站着走 坐着走 不生病 这是决定的 往生进度 那么在最近 最近前年 这个新加坡 居士林的老林长 成光别 老居士 他一生 护持佛法 但是对佛法 也不很清楚 晚年生病 躺在床上 这是一切工作放下了 听见 李牧原居士 把我们奖金的 落箱袋 送他家里 他每天 听经八个小时 听完之后 就念佛 这样两年 他告诉李牧原 他说他想到 往生 已经进入世界了 李牧原跟他说 不行啊 他说你要走了 现在这个 居士林 人事不稳定 一定啊 你还要照顾到 他说好吧 我再等两年吧 这一过了两年 四年 果然 往生 他一知十知 三个月之前 有一天 他在一个 报纸 家里给报纸 在报纸旁边 写了 好像是 八月初期 写了十几个 八月初期 家里人也不敢问他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走的那天 就八月初期 他没有说话 写了十几个 八月初期 果然八月初期 那天走多 不可思议 往生是真的 往生的好处 那就是 不必断货 这是八万四千发门 没有一个发门 是待业往生的 只有净土 是待业往生 不待业了 我们走不到 待业往生了 可以说 我们人人都有份 我们能够办得到 所以这个发门 简单 容易 快速 稳当 这拖一个好处 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的好处 太多太多了 刚才讲的是 无量寿命 无量的难 无量的佛宝 我们所需求的 智慧 这个能力 技术 向好 光明 富足 没有一样 你得不到 而且呢 你具有六种神通 这个六种神通 是我们的本能 本能恢复 无量无边的世界 你都能看得清楚 我们在无量寿经 看到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夏夏平 往生的 天眼动视 没有障碍 我们的家庭眷属 他在哪一道轮回 你都看得清楚 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 最成熟是 他能接受 你跟他讲佛法 他能够听得进去 他能信 他能懂 他肯做 这就缘成熟了 你自然去帮助他了 去度他 谢谢大家